狗熊岭春节怪谈 春节来临 狗熊们再次蠢蠢勇动 请玩家们遵守以下规则 否则后果自负 规则一 在野外看到光头墙 请不要随意靠近 光头墙正忙着筹备年货 那可能是熊大假扮的 如果被他发现了你 请迅速远连 奇怪 光头墙这会儿不是应该在筹备年货呢 怎么应该是砍树 好啊 原来是熊大在这前的光头墙钓鱼啊 规则二 砍伐树木的时候要加倍小心 因为你砍到的可能是熊大变成的树精 看你砍火会再煮饭 啊 你这树还没断写的 让我看看 哎呀 树成精了 别别别 离我远一点 规则三 如果在路上看到光头墙的帽子 那么光头墙很可能已经遇害 接下来看到的光头墙都是假的 小表妹 请问你看到我的帽子了吗 小表妹团圆饭来我家里吃吧 这么多光头墙真是假的 好像人呀 规则四 团圆夜前 熊二会偷偷跑到厨房里偷吃饭菜 请务必把厨房的门窗关紧 防止熊二潜入 臭熊二 整天定制厨房里的饭菜 这下午把门窗都锁死 看你怎么吃 规则五 在团圆夜来临前 切记不要在外面躲留太久 到了团圆夜 外面的动物都会发狂 非常危险 哇 还好跑得及时 出去买个酱油的功夫就天黑了 规则六 如果有陌生人要给你一包 请注意他是否是单独一人 如果是请迅速远离 定位熊大会假扮你的亲密 把你又骗到没人的地方 抢走你的红包 小鸟妹 我是你二孙 你跟我来 这是你今年的压岁 快跟我到没人的地方 就让你爸爸妈妈看到 我才不去呢 规则上说 不要跟不认识的星期早 果然是动物假扮的 救命 救命 规则七 在晚上 熊大和熊二会伪装成你的父母 向你索取红包 他们用的一切借口 都是假的 请一定要守护住你的压岁钱 小鱼儿 今天收了很多压岁钱了吧 快交给我们 我们帮你保管 压岁钱已经跟我藏起来了 规则上说 晚上向我索取压岁钱的 不是我爸爸妈妈 规则八 在白天 向你索取压岁钱的父母 才是真的 如果不交出来 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小鱼儿 压岁钱收了多少 交到我手上 给你交学费 什么 我们一年供你吃供你穿 你现在这么小 要这压岁钱有什么用 这还真是我们啊 我给还不行吗 规则九 如果不幸被发狂的动物们包围 请拿起光头墙的猎枪 并模仿光头墙说出 臭狗熊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就能吓退他们 我这是捅了狗熊领的窝吧 这么多发狂动物追着我 正好手里有光头墙的猎枪 试试模仿光头墙说话 臭狗熊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溜了溜了溜了 看来这张果然有效 规则是 如果熊大熊二依然潜伏在周围 不肯离去 那么就和你的家人们 联想新年的爆竹鞭炮 将它们赶走吧 这些臭狗熊居然是一魂不散 看我和表现一起点了这个超级大爆竹 将它们赶走 UX 3 3 3 5 5 11 9 4 5 4 谢谢大家